背面這次華碩的設計就非常不同了 與之前的同心圓髮紙紋不一樣 這次是整個都是鏡面的 3D的無面的造型 大家好,我是Enter 歡迎收看EnterBox 今天我們要來開箱這一款華碩最新推出的 Zenfone Max Pro M2 如果你想看它的發布會的影片 可以點選這邊我們已經上傳了它的影片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開箱這支手機啦 這支手機是華碩新推出的大電量的手機 它的電池容量是5000mAh 它的型號是Max Pro M2 那我們現在就來開箱它吧 首先在盒子旁邊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是Zenfone Max Pro M2 側邊兩邊都是這樣的字樣 然後頂面跟底面 這個頂面跟底面都是華碩的Logo 那我們先來秤一下整個包裝的重量 整個包裝的重量是412.4公克 我們來開箱它吧 從這邊推一下 就可以把盒子裡面的內盒抽出來了 抽出來以後我們看到這邊是一個夾層 然後這個夾層是一個漸層的 從藍色淺藍色到紫色的漸層 上面有We Love Photo的Logo 那我們就從這邊把夾層拿起來 通常看到這個夾層我們就知道 花碩很貼心又有附清水軟殼了 好 我們來確認一下 這邊有一個退卡針 然後裡面果然就有我們的清水軟殼 在這邊 好那我們就把配件先放旁邊囉 然後接著就是我們的本體手機 採用的是高通660的處理器 是14奈米的 然後5000mAh的大天量 可以兩天不間斷的使用 然後使用的是康寧第六代的強化玻璃 好那我們先放旁邊 再來看看配件的部分 配件有哪些呢 有一個耳機 然後耳機也有附耳機的耳塞的變換 可以根據自己耳朵的大小去更換 有一個充電線 這個充電線是 MicroRespeeder 然後還有一個充電器 還有一個充電器 這個充電器是 5V 2Ah的 那我們來秤它的重量囉 耳機的重量是11.4公克 充電器的重量是 38.5公克 MicroRespeeder 充電線的重量是 22.1公克 現在我們就要來開箱手機本體囉 然後我們就把它的保護膜撕下來 打開以後我們就可以看到華碩 Linfo Nex Pro M2的本體了 那在左側的地方它這邊有一些按鍵 上面這個是音量鍵 然後這個是電源鍵 背面這次華碩的設計就非常不同了 這個與之前的同心圓髮指紋不一樣 這次是整個都是鏡面的 3D的無面的造型 然後這邊有兩個鏡頭跟一個閃光燈 然後一樣是在背後的指紋解鎖 這邊有華碩的logo 然後跟一些標語標示 然後在右側這邊是推卡槽 這邊是一個推卡槽 可以放SIM卡 它可以同時放兩張SIM卡 然後再放一張記憶卡 是三卡獨立的卡槽 所以非常方便 那底部這邊的話是 MicroUSB的充電方式 然後這個是五次喇叭 然後這個是耳機孔 裝上殼以後 重量是192.3公克 仍然還在200公克的範圍之內 這個長度 哇已經完全超過這個 油標卡式的上限了 那寬度呢 寬度大約是 75.59mm 厚度大約是8.8mm 華碩ZenFone Max Pro M2 它搭載的是高通S660的處理器 記憶體是4GB的RAM 以及128GB的儲存空間 ZenFone Max Pro M2 安兔兔的跑分數 是32042分 在安兔兔的排名中 也與華碩ZenFone 5的分數差不多 有請您按讚訂閱Enterbox 我是Enter 我們下期再會